好來我們來注意看老師畫這一題要花多少時間喔 好開始喔 你注意看 等一下我要拿過來給你看我不會暫停喔 來 這分析結構你分析完了之後就知道這個是黏在一起的 你看12、12嘛 對不對 這裡76嘛 所以這邊也是12、12 12、12 對不對 所以76減掉24等於多少 52 對不對 我會稍微分析一下 等一下我再畫才會快 好三角板是用這個為主 對不對 好 來你注意看 我會讓人看得比較清楚齁 我用比較大的 好 12 12 12 好再來52 好 52如果比較難 難 對準老師就會把齒放到這邊來 把刻度移一下 好 52 12 12 再來12 12 12 24 好了對不對 我要的尺寸都有了 我現在往下退 好 所以你注意看 三角板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三角板不夠大的時候 就會遇到這種麻煩 好 當然這樣子翻過來 就可以解決這件事了 好了喔 再來呢 這邊呢 三角形 三角形的特性是這樣子畫過去 所以這邊也是12 有沒有 所以我這邊 畫過去 也是12 好了 這個 再移上來 有沒有 我所有要畫的線就有了 啊 你可以看 我現在畫了多少時間 2分24秒 如果我插掉 再重畫一次 我過程線把它插掉嘛 再重描一次 要2分鐘嗎 應該不用吧 所以我畫這一題要不要5分鐘 不用啊 所以你要去習慣你的三角板 所以 所以說實在 我只要一邊有刻度就好 我根本不用三邊都有刻度 我會用的話 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 老師用這一個 就可以了 因為我知道 我怎麼去應用三角板 知道嗎